你 董 董 恩 小罗总 早上好 我已经开始工作了 谁让你自作主张 开始打活的 报告小罗总 今天早上我就到后勤部报到了 这个呢 是赵阿姨安排给我的工作 你看这地 多亮 你看这台阶 一点灰尘都没有 这才符合我们牡丹公司 高端大气上脑次的气质 行 这还挺好 那小罗总还有什么吩咐吗 我这个人 指那儿 打那儿 你伪装自尽 来出热情的姿态 是嘉义 还装作真心 以为没人能看穿 你那点 小心气 那好吧 就陪你演到底 看看谁会先 忍不住去摆起 真是太感谢你 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打脸我的眼睛 有一次偶遇 你像当年好 我安排 试探着提醒你 就回忆话里话外 别说你想起又不感情的小表情 爱又真是可爱 和你的蜡锅已逐渐相成比赛 期待落空也不忍心转身离开 就算你再想地来 看我的眼神 我早已真想打败 是吧 这个茶 我昨天买的 是啊 喂 喂 张阿姨 先来喝点茶吧 哦 我 我不喝茶了 我还要打扫那个男厕所呢 你忙碰 行行行 那你别累着啊 嗯 你忙碰 有人吗 打扫卫生 怎么是他呀 那我进来啦 有人 不好意思啊 那 那我先走 小董 能不能帮我拿点纸 谢谢 是小楼总吗 小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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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小楼总亲自上厕所呢 实在不好意思啊 也是怪我马虎 没有把这个纸呀 换好 您看 您要多少够啊 给您 谢谢您啊 不谢不谢 这都是我 应该做的 我帮您打扫一下 我帮您打扫一下 暂时不需要啊 还是需要的 我 不 不着急 着急着急 我很勤奋的 不着急这会儿 我真的恨人家 小楼总 可真是够狠的啊 我听说 开掉赖子 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啊 这叫什么呀 楼总好像没洗手 真的很下心来啊 一点情面都不了 公骨之臣尚且如此 就咱们几个呀 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吧 小楼总 可真是心狠手辣 辣手无情啊 小楼总 我一想摸鱼啊 我教你个办法 每天上班 蹲坑半小时 小楼总 公司有人说八卦 这很正常 你别放在心上 怎么只有一遇到你 就没好事呢 还玩什么吗 你别放在心上 怎么只有一遇到你 你别放在心上 把纸糊放在心上 小楼总好 等董恩恩 小楼总好 小楼总好 你怎么在这儿呢 一会儿他要是开会 赶紧离开 这不是还没开会吗 我先把您的位置给您打扫干净 这样您开会也舒服 等一下 请坐 手麻烦抬一下 老家 辛苦 辛苦 请坐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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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都说了可以了 先出去吧 好的 好 哦 今天的会议我要宣布一项新的人生人命 财务部跟法务部的总监已经离职 从今天开始 法务部由季秋来接管 财务部欧审来接手 高 谢谢 谢谢 有点兴趣 有点兴趣 我什么事 起到新的人事人命了 我已经下达给人事货了 发表靠命 子贤 市场部那边 有没有什么心理进展 我们市场部呢 把市场上所有的酱料 进行了一个市场调研 年轻人的消费能力 远远大于中老年 咱们如果想要迅速地增长 这个销售额 咱们得尽快地 攻下年轻人的市场 嗯 说得有道理 好 是的 好 不是 操纵那边呢 我们研发部就是 人员流失比较严重 但是好在的是 几位主要的人员都留下来了 还有新招的人员 也已经入港了 这个是我们根据 市场部的调查结果 推出的几个新的口味 你看一下 丑蓝 好 广市场部的几个新的口味 都没关系 不会把新的口味 都没关系 我说 你会一直有约的 我看你 尝诺 你会有约的 也会有约的 对啊 你会有约的 我看你 你会有约的 你会有约的 谢谢 谢莫杀驴 小娄总可真是心狠手辣 辣手无心啊 是 娄总 您要的文件我带来了 放这儿 那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 不立 走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一个 不念旧情 谢莫杀驴 非常不人性化的老板 哎呀 娄总 您这个问题 说实话 其实也不是 毕竟赖总他们也是以全眸私在心 虽然 不用虽然了 去忙吧 好的 娄总 我干吗要塞于病人的看法 给 谢谢 给我来一份这个 好 干吗呢 对不起 对不起 您吃 来了 要吃饭吗 你吃了吗 我还没呢 一会儿去 行 那我先打饭 啊 董董啊 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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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洛总 对不起 吃饭时间怎么不去吃饭呢 我这不是 想说给大家营造一个好的 优势环境吗 哼 那看来还是不饿呀 那我今天是这样 看来这份卡 就不用给你了 有有有有 不是 小洛总给的东西 我怎么能不要呢 是不是 虽然你是自愿来义务劳动 不过我们是一个人性化的公司 不会让自己的员工遏制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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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那些零食和饮料可以免费取用 工作时间补充一下能量非常有必要 毕竟我们是人性化的公司 是是是 小洛总是非常人性化的 嗯 知道就好 不 这还有酒呢 这上班还得喝酒啊 这公司可以啊 这什么味道的 上班时间还想喝酒啊 没有 我就是你拿来看看 而且您跟我说的让我补充能量 嗯 看来最近你怎么进程 不妥我身上就行 直接发给黄秘书就行了啊 好的 好好好 尽量写详细一点啊 好 那我先走了啊 您见 嗨 你好 我们见过 啊 你好 你好 啊 那个小洛总他 你在等他 对对对对 他这这儿 人家还没下班呢吧 嗯 没事儿 那我再等等他吧 在这儿你怎么能等到他 他一般都躲地下车库的 不是啊 他上次车不是停在 哈 这骗子 洗净 我只不得 我在公司十八年了 还没人敢这么对 敢我走这事 不但他知道 我就不信他会同意你的做法 我说赖叔 您的那些所作所为 你真以为我妈不是他 哈哈 赵 赵 不是赖叔 我说你 做人要饮水四源 你现在的做法太极端 太不靠谱 那公司没你这个干啥 天哪 我这撞上大场事了 你干啥说 太刺激了 撞撞啊 撞撞 那做人呢 不能只讲力 也得讲感情 你想想我和你妈一路走来 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还有啊 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有一次你发烧 你妈为了急着回去看你 我帮着看摊子 那时候你才这么点大 就是个小屁孩儿 哈哈哈哈 好嘞叔 既然您说不谈利益 那咱们就来看她感情 好啊 天辉包装 大友运输 新兰冷藏 每一次合作 您都要吃掉将近六成 您把这些不易之财 装进口袋的时候 有考虑过公司的情形 我没报警 就是给你最大的面子 呸 公司没钱的时候 让我们干活儿 现在公司有钱了 我拿的那是我应得的 你们母子想把我一脚踢开 我告诉你没门 不要开 别走 你小子翅膀长样了 长本事了啊 学会给赖叔伙下套了啊 我本来还想给你留点景面 现在看来不必了 喂 朱莉 打电话报警 把我办公桌 左手边抽屉里的文件 交给警方 嘿 你还敢报警 我跟你拼了 手机给我的 美女就英雄 英雄报恩的机会来了 小楼总别怕 有我呢 你干什么 放开楼总 你 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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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院手续已经办理好了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安排的呢 你先回去忙吧 好 那我先走了 帮我把床扭起来 帮我把床扭起来 好 那我先走了 帮我把床扭起来 行吗 行吗 可以了 你打算把我送到哪儿啊 是不是直接把我送到太平街 你就满意了 不不不 您误会了 您的身体是公司进步的基石 没有您这公司根本转不动的 是 公司没了你能转得更好 你走 别烟了 你躺在这儿呢 我也有一定的责任的 我发誓我真的是想救您 诶 我说那个赖总 不 那个老赖他怎么能这样呢 还好他被警察带走了 我这个人呀 就是眼睛里容不得一丝沙子 所以 这事真的 生气你说是不是 嗯 那你说该怎么办 医药费我出 行 那你来 不是 娄总 你 您这么大的总裁肯定都办保险了 这保险肯定都是全额赔付的 怎么能轮到我们这种小破公司赔呢 再说了 您看您 高大 威猛 帅气 您 根本不会跟我这样一个小姑娘 打住 我晕倒是因为我低血糖 跟你没任何关系 你要是再啰嗦 你们八二就再也别想跟我们合作 好 见好就收 见好就收 打住 那我先走了 小罗总再见 再见 她应该是没有想起来 我吐过她一身吧 嗯 看来还有心 朱莉说 母大医也在这个医院养病 这是不要的吗 哦 对 马上保健人员就来清理她了 谢谢啊 不客气 那别换费呀 谢谢 两百万 你想要我的命啊 啊 还有没有了 啊 还有 还有 这个公司规模稍微小了点 但是他们的创意不错 小怎么创意好就行啊 快快快 请 八二创工 哎 好 豆豆 请您看我们对柜公司的一个 网络营销策划 用心了哈 你这个毛衣是手工的吧 哎呀 这个花自己绣的呀 哎呀 真好哎 跟我这个还是同款呢 对呀 是不是 这个呀是我妈妈给我吃的 我妈平时就喜欢吃这些 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呢 也学习一下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给你也吃一家 不用 不用 我自己也会 我没事的时候啊 也喜欢琢磨这些东西 真的 这么巧啊 哎呀 我说咱俩呀 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每次穿上这毛衣啊 我就感觉 回到了家一样 又家的感觉 跟咱牡丹酱料一样吃起来 有家的味道 对对对 我们的理念就是 要吃出家的感觉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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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